今天呢我就不说新冠了 可是呢我又说一个话题呢 和新冠有很密切的关系 什么问题呢 失眠 失眠这个东西呢 在我们一生当中 或多或少都会碰到 有些人呢就是失眠 就难得失眠一次 有一些某些人生的一些特殊的事件 举个例子说 第二天要考试 第二天要见某个领导 或者说第二天要结婚 第二天离婚 或者说睡觉之前和某人吵架 这些都可能会失眠 这种我们叫急性失眠 这种东西一般不会变成慢性的情况 可是有些情况呢 有些人呢就会有一种慢性失眠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他都睡不好 不好 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讲一讲 到底什么是失眠症 失眠症是怎么产生的 是什么样一个原理 因为呢在当前新冠情况之下呢 很多人不管是由于是看了新闻也好 听了某些人的说也好 或者说在微信上看了一些什么东西 或者说由于家人对自己的家人 或者其他人担心 很多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失眠症 在这里呢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样克服这个问题 好 废话少说 那么我就先讲一讲 失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人的睡眠是有阶段性的 人的睡眠并不是你到床上之后 你八个小时就怎么样睡觉 这个不是的 现在我们有睡眠的研究之后呢 发现睡眠是有各个阶段的 第一阶段我们叫N1阶段 N1阶段叫入睡阶段 就是人咪咪乎乎 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不小心把那个人叫醒的话 那个人会说 我没睡着啊 我听到你说话的 我知道你在和我说话 其实这个人已经在咪咪乎乎当中 可是没有完全入睡 我们叫做N1阶段 N2阶段的话 是一种叫浅度睡眠阶段 这个时候呢 不但比较容易惊醒 如果旁边那个人翻一个声 旁边的一个打一个大的呼噜 打一个喷嚏 他就会醒了 而且醒了之后呢 就比较暴躁 因为他是浅浅的在睡觉 浅浅的在睡觉 特别特别容易惊醒 这两个呢 N1N2阶段呢 我们把它叫做 就是无用的睡眠阶段 就是这两个睡眠呢 只是为了引导 一种有效睡眠里面去 这两个阶段的睡眠 对人体的康复 对人体的修复是没有多大作用的 然后呢 进入到N3阶段 N3现在是一个深度的睡眠阶段 就这个是一阶段 这个阶段呢 最主要是什么呢 是一个生理性的一种恢复 什么叫生理性的恢复 也就是说人体产生各种荷尔蒙 我们举个例子 生长荷尔蒙 小孩子特别是小孩子 有生长荷尔蒙帮助他长大 生长荷尔蒙帮他变得强壮 或者说我们年纪相对来慢慢大了之后 那么呢 这种地方呢 就帮助你修复各种各样受到的损伤 举个例子 肝的损伤啊 胃的损伤啊 这就是一种修复的作用了 修复作用 然后呢 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呢 就进入了一种阶段 叫Ram Stage Ram Stage叫快速动眼阶段 叫Rap I Movement的那个随段 这个阶段呢 不是生理性的 不是那个肢体的 或者内脏的恢复 而是精神上的恢复 我们叫Mental Recovery 精神上的恢复 所以一般是在脑部的 使你的逻辑啊 思维啊 开始变得清晰 帮你规整整理 所以说你早上醒来的时候 你觉得头脑特别清醒 就是这个Ram Stage 在帮你修复 整理这个方面的东西 可是呢 你这个东西呢 在一晚上呢 并不是说啊 第一个小时 N1 第二个小时 N2 第三个小时 N3 然后就是Ram 不是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在睡眠的时候 一直在这个方面的循环 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 N1 N2 N3 然后碰 去到Ram Ram过了之后 又N1 N2 N3 啪又回去 一个晚上最起码有好几个这样的循环 可是每一个循环又有它的特殊性 以及它的特别的一个特征 总结来说 就是说在刚开始的时候 几个循环的时候 N3就是生理性的恢复比较重要 它的时间比较长 对你生理的恢复啊 调整啊 是非常有帮助的 可是呢 当这个睡眠的时间越来越长 到了最后一两个小时的时候 N3基本上就消失了 你看N3基本上消失了 而最主要的侧重于 就是Ram Stage 就是精神上的恢复了 精神上的恢复了 也就是说 人往往做梦 Ram和做梦是很有关系的 一般都是在最后阶段 人会做梦 是这个阶段 精神恢复也是在最后这个阶段 所以说如果说一个人 如果说在当半路上 举个例子睡了四个小时 把他吵醒的时候 人一般是会精神不振的 因为他没有进入到 一个很好的Ram Stage Ram Stage 所以说在这方面呢 他的精神上面 没有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 精神头脑 这个就是大致的一个 睡眠阶段的一个解释 对睡眠最最最最最最 要紧的一个问题 就是年龄的问题 那么我们就看 随着年龄的变化 那么睡眠这个阶段 或者睡眠质量上 对谁有什么变化呢 我们看看 当年龄越大的时候 当N3和Ram的阶段 就越来越短了 也就是说年龄越大 人体的不管是 生理上的恢复 和精神上的恢复的能力 也就越来越少了 这也可能和睡眠和衰老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就很大的关系 而且年龄越大呢 那个睡眠的效率也就越低了 什么叫睡眠效率 睡眠效率就是说 同样两个人都在床上睡了八个小时 一个人一觉睡到天亮 他的睡眠效率就非常高 他在八个小时里面 可能七个半小时都在睡觉 而另外一个人 睡眠效率就很低 他可能睡两三个小时 醒过来 醒一两个小时 然后再睡回去 他的睡眠的效率就很低 当睡眠效率越来越低的时候 也就出现了一个失眠间 然后呢 这个是因为是一种 就是失眠间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年龄越大的 夜晚频繁起来的次数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这就是人的生理的问题 就是夜尿需要去洗手间 像年轻人一觉睡到天亮 根本就没有多大问题 可是年老的人也是晚上要去两次 或者三次洗手间 这样子呢 就刚才我就说了 他把他那个睡眠呢 截断了 不利于他的那个Ram Stage的行程 不利于他的精神上的恢复 这个是一个问题 而且年龄越大呢 那个生理的那个频 生理的那个频率就不一样了 一般的年年轻人呢 喜欢晚睡晚起 而年纪越大呢 越喜欢早睡早起 这是不是你个人的选择 而是年龄大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一种现象来的 所以老年人往往喜欢早睡 而且呢 年龄大的人呢 由于睡眠不好 N3M不好 他对他的影响特别大 年轻人呢 一般的情况下 如果一天睡不好 举个例子说 因为考试啊熬夜啊 没睡好 他第二天补回觉 他就精神又马上就回来了 可是老年人就很难 因为他本来N3Ram Stage就比较短了 如果说一天晚上睡不好 他很难第二天可以把他补救回来 这也造成了他们越来越容易失眠 越来越容易失眠 质量不好 而埋下了一些因子 这就是年龄和这方面的区别 失眠 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 我们说区别的方法 区别方法 如果从年龄上来说的 刚才我已经说了 这个是土俊 18岁到34岁 大概14%的人可能会有失眠 而且他们的失眠 一般说都是这种叫急性的失眠 就是一天晚上或者两天晚上失眠 而到65岁以上的 四分之一的人都会失眠 而他们这方面的失眠并不是急性的 而是慢性的 就是一个星期里面可能有三四天就睡不好 这种情况 所以非常影响他们的生活的质量 睡眠症又有根据那个睡眠 失眠的时间也有关系 有些人19%的人是无法进入睡眠 就在床上一两个小时还无法入睡 这叫无法入眠的一种现象 另外一种的就是早醒的现象 有些人就是躺上床 他是睡得着的 可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之后 他怕醒了 醒来之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就是无法入眠和早睡 基本都差不多19%的人 可大部分失眠的人是两者皆有 43% 这是一个大户 所以说在我们帮边人治疗的时候 我们要确定到底他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 那么再可以对症的帮他进行一个治疗的方案的制定 失眠原因 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病理 有各种各样的病因 绝大部分的人是心理性的问题 就是有焦虑症 忧郁症 这种人 35%有这个方面 这是个大头 所以说往往我们要治这些病人的时候 要治疗他的病因就是他的焦虑忧虑 这次 新冠病毒引起的很多的 失眠 就是心理性的失眠 就是这个大类型的 因为他们的 他们是不安 为各种各样的问题感到不安 睡不好 这是心理性的问题 另外一种呢 是叫心理生理的问题 人家说什么 叫心理生理问题 这个就很难 有些人不大理解了 其实就这么一个回事 戳出来也不麻烦 就是说呢 一般的人 有些人在看电视的时候 觉得想睡觉了 他们就去房间里面睡觉了 可是他在床上之后 他一下子清醒了 莫名其妙的清醒了 为什么 这和他的睡眠习惯有关系 这个待会我会说 我会详细的说这个问题 睡眠习惯 他这个卧室并不适合睡眠 应该这样说 所以他有他心理原因 也有他的生理原因 12%的人是由酒精和毒品 造成了失眠 这个当开 过一会 因为毒品呢 不但有那个致幻剂 其实也有一种兴奋剂在里面 这个当然就会造成了 一种常识期的人的一种依赖 这个我待会也会说 另外一种呢 是一种特殊的 一种荷尔蒙的问题 叫不安腿症候症 叫Restless Leg Syndrome 这个呢是要一个特殊的医生去看 这里我就不详细解释了 不详细解释了 10%呢 是昼夜节律的一种混乱 这些呢 一般是上夜班的人 会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我就见识过一个是开餐馆的 开餐馆的 他过去呢 开餐馆的时候呢 他是经常是这样子 他餐馆因为晚上最后一批病人 不客人走嘛 他10点11点客人走 那么他要整理那个厨房 洗呀算呀 什么东西要弄好 然后呢 要准备好第二天的食材 所以呢 往往到家的时候呢 都是凌晨一点了 然后到了家之后呢 他又需要结账 算账 他说往往我是早上凌晨两三点睡觉 然后一口气要睡到凌晨10点11点 可是他60岁退休了 退休的时候 他就想回归正常的生活 他回归不了 长时期的一段时间 他回归不了之后 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失眠 这是昼夜节律 这个呢 也可以征循生活习惯的调整 也可以 我们有办法帮他的 不一定需要吃药 另外呢 还有一种病人 是个非常怪的医生 是一种假的失眠 他会过来告诉我们 我失眠 我睡不好 可是呢 我们跟他去做那个睡眠测试的时候呢 发现他是完全很好的睡眠 所以呢 这是一种心理性的一个假设性的心理性疾病 所以说这和这第一个都是心理病 往往呢 我们需要有心理医生的介入 帮助他们 这个失眠 所以说所有的失眠 治疗的方案上面 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并不是 有过很多人说 你告诉我用什么药 我就可以不失眠了 没有这么简单 我无法告诉你一个药 你可以不失眠的 因为你没有把这些失眠的原因找出来 单纯的去用药的话 反而会拥起了一种 就药物性的 强迫性的失眠 这个我也会后面慢慢说 那么现在我最主要是 说说那个失眠的一个理论 刚才我说的是原因 那么在西医里面 或者说现代医学里面 任何东西我们都要有一个理论 有个理论方面的 然后我们再可以有一个治疗的方案 理论是怎么样的 就是现在基本上大家认可的理论 就是一个正常人 任何一个人从出生的时候 都有一定点的 一定点的一个失眠的 或者说睡眠的因素在里面 这个呢 我也不会引起你的失眠 这是永远存在的 不会引起失眠 一直要到红线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一个界线 过了这个界线 这个人就会失眠了 那么一般的人 普通的人的一些小问题的话 一般的就不会引起失眠 不会引起失眠 可是呢 由于刚才我就说了 急性失眠的 就是像考试 这个绿色的分别 就是外界的刺激 这个外界的刺激 蓝色部分就是一个 普通的一种生理现象 蓝色呢 绿色呢 就是一个外界的刺激 外界的刺激 举个例子说 可能吵架了 第二天要考试 第二天有一份极箭 要做完 啪啪啪这种东西 这些东西呢 都会给人造成一种刺激 这种刺激是可以是 那种 要 就是那种心理性的刺激 就是刚才我说的 也可以是一种物理性的刺激 所以物理性的刺激 就是你喝了很大量的咖啡 这些都是刺激 都可能造成失眠 可是这种失眠的一般 这些因素去掉之后 你就会恢复正常了 恢复正常了 可是呢 如果说你长期轻易的 保持一种急性失眠 就是老是把自己胖成 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之后 然后呢 你就会养成一些非常坏的 叫睡眠习惯 就是那些黄色或者橙色那个不会 就不会 刚开始的时候 一个睡眠习惯的改变呢 你不觉得 就加一点点 你也不觉得 你只觉得是因为外界刺激引起的 可是呢 如果长期以往 你把这些睡眠习惯改变了 睡眠的节奏改变了之后 那么以后 哪怕那个刺激并不是这么严重了 举个例子说 本来是你只有一个大的考试 你才会失眠 可是由于你的睡眠的习惯改变了 然后呢 变成第二天 哪怕一个老师 一个小小的一个 一个问答题 你都可以变失眠 为什么 因为问答题 这个其实那个绿色 并没有到那个界限 可是你的睡眠习惯的问题 强迫自己进入了一种失眠状态 对我们来说 我们要治疗的 我们很难治疗那个绿色部分 蓝色部分是生理现象 我们根本就不能动的 绿色部分呢 我们可以和你劝说 所以心理医生可以进行一些 疏导的作用 疏导的作用有可能吗 有可能 可是我们要治的最主要的是 那个橘黄色的黄色那个部分 这些部分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而这个东西是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进行改变的 今天我先说一个问题 就是睡眠的一种习惯 怎么样改变 睡眠习惯的改变呢 这些东西呢 都是我们长期性的根据各种病人的情况 我们总结下来的一些东西 你不一定适合所有的人 也许你在里面可以找到一两点 适合你的地方 适合你的地方 第一个要说的就不要赖床 什么叫不要赖床 不要赖床的呢 很多人就这样子 一个晚上其实睡得挺好的 六点半起床了 醒过来了 哎呀 我在床上再赖上两个小时 我在床上再就是密呼一会儿 没必要 他这个时候根本就不想睡了 没有睡了 他只是想赖在床上 长期一往赖床的习惯 就把这个床 并不是作为一种睡眠的工具 也并变成了一个自己的一种避难所 或者说逃避的一种地方 然而呢 这种联系呢 时间一长之后呢 你去睡觉的时候呢 你就脑子里面就会天马行空 就会想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并不是快速的进入睡眠 这因为这个床和睡眠之间的 那个挂钩开始有点松了 第二呢 这个睡眠时间表 睡眠时间表就是不要 今天我想到了 我八点钟就想睡觉了 明天我不想 我没拖到两点钟在睡觉 那么你的时间就开始混乱 这有点像我刚才就说的 就是那个餐馆老板的那种情况 就是他的时间表 生理生物中 全部给他自己弄坏掉了 这个最好就是 有一个相对稳定的 睡眠时间表 准时睡觉 准时起床 特别对小孩子 从小小孩子养的这个习惯 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去就不要强迫自己睡觉 如果说你真的没有睡意 不要躺在床上去 我要睡 我要睡 这个时候 你越想睡 越睡不着 然后就变成了一种焦虑的现象 然后你就把这个床 心里面暗示自己 这个床是和焦虑有关了 那么这个情况就很恶劣了 你以后一碰到那个床 你就想到了焦虑 和这个焦虑挂钩了 这个是不要 如果说不能睡 就说不能睡 然后呢 你再说锻炼身体 锻炼身体是好事 可是睡前四到六个五个小时 就是晚饭之后 这段时间 不要做距离运动了 因为这样子会 增加你的新陈代谢 增加你的心跳 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使你的入睡 这个情况变成很复杂 也很困难了 对于失眠的人 中午饭之后 不要喝任何有咖啡因的东西 咖啡也好 可乐也好 茶也好 不要喝那种东西了 睡前不要喝酒 那么人家说 人家说喝点酒帮助我睡眠 对 喝酒是可以帮助你睡眠 可是你用酒帮你入睡的话 一般这个酒精在你人体里面 这个压制睡眠的作用 大概只有两三个小时 而这个酒一旦的效率过去之后 你就会醒过来了 一醒过来的时候 往往你就无法入睡 然后你就变成要再去喝酒 再去入睡 再醒过来 再去喝酒 这种情况之后 长时期你就变成了 无酒不能入睡了 一旦你的酒没有了 或者酒的力度不够了 你就失眠 这就是外界的一种问题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一种 外界的你把自己养成了一种 失眠的一种习惯 你可以喝酒吗 可以喝酒 就是晚饭的时候 喝一点红酒 使自己放松 这是好的 可是千万不要借酒 睡眠 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晚饭只是为了使你放松 而上床就靠酒去上床 这是不要的 另外就是晚上 还是要吃点东西 可以少吃 可是不要空腹 因为肚子很饿的时候 上床也收也睡不好 接下去就是要改变睡房的环境 睡房环境就是我经常说的 就是睡房 就是睡觉用的 睡房 现在的生活条件基本上都可以 不要在睡房里面放乱七八糟的东西 第一个东西不要放 睡房里面不要放音响 睡房里面不要放电视 你的床就是睡觉的地方 不要在床上放tablet 笔记本这种东西 床上不是你的办公室来的 睡房的环境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不要把睡房当成办公室 办公室一定要另外一个地方 不要进入这个房间 你想到的不是睡觉 你想到是办公 这也影响你的睡眠 所以这个环境一定要改变 如果说你的睡房 外面杂音很厉害 你靠近一个马路 马路上车水马龙的声音很厉害 那么我建议你要买一样东西 这个叫白噪音 你们就可以查查什么叫白噪音 白噪音其实是一种 反复重复的一种杂音来的 其实是杂音 可是它一直在一个重复 所以说 去可以掩盖其他的杂音 那么这个白杂音是什么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简单的例子 流水的声音 流水是一种声音 是一种杂音 比如说有些人在那个瀑布旁边 睡觉 因为他一直听到这个声音 他掩盖了四周所有的其他声音 而这个声音又非常单调的 一直在这流动 那这样的 使这个其他的那个杂音 就给抵消掉了 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习惯 第一 第二天你可能不习惯 过几天你就发现 这个声音是非常能帮你入眠的 这个人家说那个白噪音什么地方来呢 我不但不见得 我把你的水一直开着吧 很简单 现在有这方面的 APP 你去下载一个叫 White Noise 叫White Noise 叫白噪音的 一个小小程序 你就可以放着 对有一些特别家里有杂音的这个地方 是有效的 你们可以试试看 而这个白噪音你不需要放在耳朵旁边 你可以放窗台旁边 放得远一点的地方 是整个房间里面充满了一种非常柔和的 那种白噪音 我说的白噪音是一种柔和的 就像流水的声音 这是最最常见的 或者风声 风声也是一种白噪音来的 你千万不要一个重金属摇滚乐 这个不是噪音 不是白噪音 白噪音一定要是柔和的 最好是大自然的 就像我们江南的时候 我们说听竹的声音 就是我们在在做一个庭院里面 外面很多竹林 风刮过 那个竹子 刷这种声音 这就是这种白噪音 这个很使人可以感到安静的 不需要特意去寻找 这个外面有这种APP 你可以找自己最喜欢的这种声音 大自然的声音 最后一个呢 就不要把烦恼带上床 所有的烦恼事情 要么你就解决了 再上床 要么就告诉自己 我今天解决不了的 暗示 心理暗示 就告诉我 我解决不了的 我只能上床睡觉 上床去 明天早上我们再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心理暗示 不要上床了之后 还在想 哎呀我明天怎么办 我明天这个事情怎么办 不要了 上床了就上床了 把这个烦恼给撇开 这个要给自己一个心理训练 这些是一些不好的东西 以及怎么改变 那么这些是个好的习惯 其实和这个相对应的 相对应的就是 想睡才上床 不想睡不上床 床和卧室只是为睡眠而用了 就是我说了 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全部撇出去 床上撇出卧室 然后呢就是一种 不要强迫睡眠 就是说你如果在床上 躺了20分钟睡不着 睡不着这么起来 做一些看看书也好 喝杯牛奶也好 或者略微散散步也好 都可以 要使自己放松的一种情况 然后你觉得有睡意了 一定要有睡意了 你就去床上去睡 如果还是睡不着 再起来 20分钟再起来 再做一件同复的事情 同复的事情 一直到你真的想睡了 入睡了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无法入睡 就逼自己在床上 就不要强迫睡眠 不要逼着自己 在床上两个小时 这样子的话 就会把这个床 和非睡眠因素 就是那个焦虑 挂钩了 这样子影响你的睡眠 另外一个呢 就是每天要准时起床 就是我说的 睡眠时间表 有些时候 你要把自己弄个闹钟 哪怕你晚上是两点钟睡的 你也得六点钟起床 那天可能你会很累 你可以请个病假 就没问题 你可以很累 可是你那天晚上 第二天晚上 你睡眠就会好好多 或者说可能两三天之后 这个在下一期的 我在所谓的行为和药物 相结合的治疗的上面 我会详细的和大家 谈一谈这个问题 失眠的人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不要午睡 午睡就会影响你 晚上睡眠的治疗 这些就是一些 睡眠习惯的改变 希望对大家 有一点点的帮助 下一期 因为我这个失眠 治疗有几个步骤的 刚开始我说了 黄躁症 心理症 潜在疾病 基础疾病 这种东西要治疗 这个是第一步要做的 这个不会我在这里想 因为这个需要你的医生 和你进行一种诊断 这个我无法把你诊断 这要诊断之后 那么医生会帮你治疗 也许这个治疗之后 你的失眠问题就解决了 如果这个治疗完了之后 你还是有失眠 那么就说了 你的睡眠的习惯 就刚才我说了 要改变 要改变 然后就是外在刺激 把那外在刺激 就刚才我也说了 这两样东西 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 这是我们经常做的 病人刚来的时候 我们并不是 你吃药 不是 要把他们做这方面的辅导 我们有专门的专业人员 做这方面的辅导的 到最后这些全部都无效了 那么才药物治疗 或者是药物和行为辅导 相结合的治疗 这就是我下期要说的 那些治疗的方案 这是一个专门的一个课程 因为这个即使你们可能很期待 以我说这方面的东西 可是我在我们的治疗里面 这其实是一个末端来的 是最最后我们才想使用的一些手段 那么下次我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是这个原因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 下次再和大家聊天 谢谢